一年级数学活动本下册第48到60页 活动五 认识液体的体积 A 比一比 液体比较多的画笑脸 B 哪个容器可以成的液体比桌子上的瓶子少圈起来 C 连一连 C 空 半满 满 满 C 空 半满 D 画一画 D 画 半满 满 空 活动六 测量液体的体积 A 算一算 填一填 1 瓶子里大约有四杯牛奶 2 锅里大约有七碗的汤 3 大约四勺子的水能盛满一个盆 4 碗里大约有八汤匙的酱油 B 哪种工具比较适合测量以下液体的体积 A 画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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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可超过一个 2 鱼缸里的水 2 鱼缸里的水 3 少满 1 杯咖啡 3 杯和汤匙 4 矿泉水 4 少满 5 活动七 5 比较长度质量和液体的体积 A 观察下涂填一填表格 5 鸡肉三明治 5 火腿三明治 5 鸡蛋三明治 5 鸡肉三明治 5 鸡肉三明治大约有15块鸡木长 5 鸡肉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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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腿三明治 鸡肉三明治 火腿三明治 鸡蛋三明治 鸡肉三明治 大约有十二块鸡目重 火腿三明治 大约有八块鸡目重 鸡蛋三明治 大约有十块鸡目重 哪个三明治最重 答案是鸡肉三明治 哪个三明治最轻 答案是火腿三明治 B观察下图 在空格里写下序号 一、二或三 顺序排一排 一、最轻 three、三 最轻 最轻的礼物是五个干电池重 第二是六个干电池重 最重的礼物是七个钢电池重 C观察下图 在空格里写下序号 1、2或3 顺序排一排 1.液体体积最少 3.液体体积最多 2.液体体积最少的是四杯黄蜜汁 2.液体体积最少的是四杯黄蜜汁 2.液体体积最多的是六杯 D.观察下图回答问题 豆奶 菊花茶 1.哪种饮料比较高 菊花茶 2.比较两种饮料的质量 说一说你的看法 2.两种饮料一样重 3.根据第二题的答案 说出合理的原因 接受口头作答 3.因为秤是平行的 5.活动八 解决问题 5.美山用了三勺子的水填满水桶 6.然后他用了五桶水来填满鱼缸 以勺子为测量单位 鱼缸里的水有多少 3.加3.加3.加3.再加3 最后答案是15 5.鱼缸里大约有15少滋的水 高过这条线的小孩 需要买入场券 弟弟有没有高过这条线呢 大约是六个虎口高 在家里 弟弟大约有五个虎口高 请问圣文的弟弟需要买入场券吗 还有其他测量方法吗 接受口头作答 不需要 圣文还可以用拳头 一步一步一步来 A 比一比 圈一圈 高 短 轻 多 B 看图甜一甜 橡皮最短 尺最长 蜡笔彼尺短 C 凉一凉 文具盒大约有八枚硬币长 剪刀大约有五枚硬币长 蛋糕大约有八个玻璃弹子重 水壶里大约有五杯的水 更上一层楼 A A 在空格里填入正确的字母 M最长 J 最短 L 比K短 却比 J 长 M M 比K长 却比M短 B B 在空格里写序号 1 2 或3 顺序排一排 1 最轻 3 最重 猴子 最轻 老虎 第二 熊猫 最重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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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